励志寻找最ㄎㄧㄤ的內容 用最ㄎㄧㄤ的話來告訴最ㄎㄧㄤ的你 姐妹 ㄎㄧㄤㄧㄤ 昨天好像落枕 而且我今天完全沒有發現 是一直到我進辦公室之後 然後因為我辦公室的螢幕是上下的 對 蛤?你螢幕是上下? 是不包含Mac的? 包含包含 就是我在桌上我是筆電的螢幕在下面 然後大螢幕在上面 然後一抬頭的時候我就整個人大叫 然後同時想說怎麼回事 我說啊我好像落枕了 然後他們以為我那個當下落枕 因為我沿路上就是從早 就到進辦公室之前 我都沒有做抬頭這個動作 但落枕通常不是不能左右嗎? 對啊 它就是那根筋 我不知道為什麼 超痛的 落枕怎麼解? 落枕就是 要動 要動喔 要痛 可是因為一般左右的話 大家都會說就是要動啊 可是我是 上下 我不確定耶 有上下型的落枕嗎? 就是前後啦 那你現在是往低頭會很痛? 抬頭 它應該會慢慢好啦 但不過還好是因為 人生中需要抬頭的事情好像不太多吧 賞月 抬頭? 欸我們要抬頭幹嘛? 望明月啊 就這樣子 對啊 我們只有看月亮的時候要抬頭 就蠻少的啊 除非是你就開車已經開到紅綠燈底下了 你還要抬頭看 你不是從遠方 那個時候就已經超過白線囉 就已經超過了 對對對 欸那不用欸 OK 你就這樣好 慢慢好 好 剛開始就不打聲招呼 在那邊分享這個 嗨大家好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阿羅哈 那我再來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我那天參加了一個很奇妙的聚會 我在線上學英文 對 欸等一下大家會不會有要業配 沒有要業配 我在 就是我一直在線上跟一個老師上英文 上蠻久的了 嗯 然後那個老師呢 就想說他來台灣一周年 所以他要辦一個就是大家的聚會 就是in person的見到所有人這樣子 那我就去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明明就非常內向的人 然後我就 是嗎 我很不喜歡跟陌生人交集啊 OK 然後我就去了 你要想那個聚會 其實就是以老師為中心散開 就每個人是互不認識的 嗯 因為大家都是one on one的跟老師上課嘛 對 可能有少數有幾個人 有上過那種主題的那種團體班 可是不會是這麼多人 所以就十六個人對一 就是都是放射狀的關係圖 嗯 OK 那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 所以在那個聚會當中 你當然就必須要有一些 就是small talk 就是跟你旁邊的人聊說 欸你做什麼的啊 什麼有的沒的之類的啊 就是要有一些話題瞎聊嘛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準備了一個small talk 你還準備 我們有準備 因為這個topic其實我蠻常用的 就是我就問大家說 欸 這個疫情這樣啊 如果解禁以後 大家最想去哪裡旅遊 這個還蠻 蠻可以聊的嘛 對對對 就是 然後問哪些地點啊 然後為什麼啊 然後什麼之類的 嗯 還蠻適合的 因為我們就通常 像這個聊法應該是說 嘿 Amber如果解禁的話 你最想去哪個地方 對 你回答嘛 喔我回答 對 就是 Roleplay一下可以嗎 OKOK 冬天的話 我最想去日本 OK 因為我想去滑雪 喔 欸你那個歐太快了 太假了 對 根本 根本沒想聽 不是 How are you doing 呃 因為我 知道很搭 好 那如果不是冬天呢 冬天的話 我就想去 遠一點的地方 例如說 例如說 歐洲 OK 繼續玩 就是這樣子嘛 通常大家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問一個人 那個人就會回答 嗯 我就問我旁邊的人 欸我就說 嗨你想去哪裡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去韓國啊 他不是說 我想去韓國 嗯 他跟我說 你可以去韓國啊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是韓國 而且他是指定我去 對 他就說 你可以去做醫美啊 我就想說 什麼意思 我想說 What 什麼意思 那你就說 我才剛做完 我沒有 他就跟我說 台灣也可以做 他就說 我之前都會去打針欸 去那邊打針 很棒啊 然後就看我一臉 震驚跟 忍住 他就說 哦 你不喜歡做醫美嗎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 話題開太快了 這個 這個真的是大跳躍 好 他可能第一個 他覺得我是需要 醫美的年紀 也許 或者是 沒有 你要想 你要往好處想 就是他是在推薦你 韓國的醫美 很讚 然後他可能覺得 欸 大家都女生 我們都有醫美需求 這樣子 但是這個 好 就算是這樣 這還是蠻失禮的吧 很失禮嗎 很失禮啊 我只會覺得這個人 太跳躍 跳 對 OKOK 好 那我換一個說法 嗯 我說 欸 你可以去韓國啊 你可以去抽紙 直接抽 你可以去抽紙 這像話嗎 抽紙蠻不像話的 對啊 我就問抽哪裡 OK 你可以去龍胸啊 欸 這像話嗎 你懂我意思嗎 我懂我懂 對啊 不是 你剛剛那兩個 行程很針對 怎麼樣說 那醫美就不針對嗎 醫美就還好吧 因為醫美不是很多人 就是把他 你看到男生說 你可以去韓國啊 你可以去執法 不是啊 不是 醫美的那個 就是 嗯 比較針對的說法 就會是 欸 你可以去整形啊 這樣子 不是 其實是一樣的吧 沒有 可是因為醫美的那個 種類太廣泛了 好 那我再退一萬步 嗯 來說好不好 OK 就是我今天 如果是跟你是 就是初次見面 對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不會說 欸 你可以去滑雪啊 因為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滑雪嘛 Right 他就是 有點 就是你們媽今媽啦 可是他就是 這個判斷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失禮 對 滿怪的 對 就算我好 我就不說滑雪好了 因為滑雪可能要學 嗯 我看到你 我不是你好你好 啊 你可以去義大利啊 吃披薩啊 這個 Why Why 你懂我意思嗎 我看起來就是吃披薩的臉 是不是 OK OK 你懂這個意思了嗎 那我心想說 欸 還虧他是個業務 哦他是業務啊 也是滿不會social的 這好狂 剛害我突然間太開心 但我個人也滿反求租籍的啦 我就想哪裡 我寫這個需求 在臉上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每次這個都太 你每次聽到這些 這些奇怪的 你這種反應都太大 對 你反應都太求諸己了 沒有 可是你要想 如果我今天被問說 欸你可以去義大利啊 你可以去吃披薩啊 我也會想說 OK 嘴角就是 有什麼 番茄紅醬 趕快拿鏡子出來看一看 但你怎麼不會想 這個人怎麼這麼怪 因為通常 就會講出這樣子的話的人 確實是他們比較怪吧 對 我覺得他怪沒有錯 這個是事實 但是 他為什麼是跟我講醫美 然後跟那個人講 例如說 你可以去德國啊 你可以去看星天鵝湖 一樣的意思 因為怪人無法理解 嗯 不是星天鵝湖 是星天鵝宝 你看我已經氣到 我已經瘋掉了 還天鵝湖 天鵝湖什麼啊 芭蕾舞劇嗎 瘋掉 我想 我想到 另外一個 我 我也有聽到 有別人分享 他跟那個 就是這種 線上上課的人 互動的 過程 對 OK OK 你說 想聽嗎 你說 我最近也聽到 朋友的朋友啦 然後我們剛好一起出去玩 然後 他就在分享 他也有 就是去上很多那種 線上的課程 嗯 那其中一個課程呢 他上的是 口說課 也是英文 不是 OK 就是那種 要調你發音的那種 那不就英文嗎 不是不是 是中文 蛤 你說什麼 歐不素 要調成 我不是嗎 等一下 我剛剛想到 什麼時候會抬頭了 笑的時候 然後頭會抬起來 就仰天長笑的時候 好痛 對 所以他上 國語正音班 正音班 對對對 他很 我先岔題 我先回到他 這個朋友本身 他發音很不正確嗎 朋友發音 聽起來非常正確 那為什麼 他就是想要去上 蛤 嗯 他是想要教人嗎 興趣吧 我也不確定 然後呢 他就去上 這個口說班了 班上的人 也是各式各樣的人 就有些人 是可能真的 發音不標準 然後有些人就像他一樣 就其實 發音已經蠻標準 但他們就會 嗯 老師就會讓他們訓練 各種聲音表情 蛤 但跟 跟你的上課 比較不一樣 他們是開一個 像開一個zoom 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大家的臉 OK 對 然後老師就會說 啊你要多講 然後老師會看你的嘴型 OK 然後去調整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有一堂課是 例如說 他們就要學 主播講話 OK 然後他們那一堂課之前 他們要練習的作業 就是看主播的稿子這樣 然後或者是有一堂課 他們就是要練習 生氣的大媽講話 喔 對 然後就是要訓練 他們的嘴部肌肉這樣子 所以要入戲 就開始演 對 然後你的那個音調啊 也都要 隨著情緒有變化 OK 不是平鋪直樹的這樣 然後呢 就是因為他們有 一個line的群組 然後大家可能會在上面 就是稍微寒暄啊 然後交流一下 對 或者是可能哪一些部分要加強 他們就是會 像同學這樣子啦 然後其中有一個 同學是媽媽 然後有一個同學 自稱是 國中的妹妹 啊 你說他自己說 呃 就是大家好 我是國 現在在念國二 對 這樣子 然後 自戒的時候 我印象中有說 就是自己是公主 這樣 不是啊 可是這怎麼自稱 因為不是有開zoom的鏡頭嗎 但 這個妹妹都沒有 都沒有露臉 哦 對 然後老師在課堂上呢 就一直鼓勵妹妹露臉 就是 就是鼓勵她 說她多露臉 多講話 對 這樣老師才調整的比較快 對啊對啊 那她就覺得她自己 很害羞 這樣子 OK 但 老師也都人很好 就說 好那沒關係 你就多講 就是了 然後反正 他們在line群組裡面 就是大家都會 灌雞湯啦 幫大家各自灌雞湯 但是呢 剛剛有提到 有一位同學是媽媽嘛 對 就是那種 好像有三個小孩的 媽媽 她就 沒有想要幫這位同學 灌雞湯 然後例如說 例如說 你說 就是大家鼓勵她 開鏡頭的時候 她沒有想要鼓勵她 對對對 然後或者是 這個妹妹就是在 可能 在討拍的時候 群組裡面討拍的時候 嗯 媽媽就會 都不理睬 這樣子 OK 可是大家還特地去注意到 媽媽不理睬喔 就只是沒有回而已啊 就是 那個妹妹就 說 就是類似 喔好 謝謝大家的鼓勵 那她有大家的這個 能量 能量 她就會 繼續的 堅持下去 但媽媽就會回說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要給你能量 對 去死吧 go to die 是這樣嗎 媽媽有必要嗎 not my business 反正呢 那個群組裡面都是 抓嘛 所以 大媽 不止不給愛 還要 還要說 出來 然後 妹妹也說 oh my god 這個媽媽這樣講我 我自信訊受損 oh my god 然後就跟老師 要求說 老師我上不下去了 你說妹妹 自己跟老師說 對她說她要退出這學期的 不是可是大媽也太瘋了吧 那妹妹也蠻瘋的吧 妹妹還好吧 因為你如果被一個人講 go to die 你應該會覺得很不爽 沒有啦 等一下 沒有go to die的用法 沒有go to die啦 沒有go to die 沒有 沒有這麼激烈啦 ok ok 但總之他們就是在群組裡面 你一言我一語的這樣子 ok 蛤 我覺得我怎麼會有大媽 跟妹妹吵架啊 然後 就不知道 兩個人的個性 就是也是異常的 執著啦 嗯 然後 但其實老師也在那群組裡喔 然後最後那個妹妹 自己份兒 退出群組 然後還截圖 跟老師說 老師她上不下去了 對 但重點是 老師也在群組裡 哈哈哈哈 妹妹還截圖 看這一場鬧劇 不是啊 老師也沒有主持公道 也很糟欸 不是老師 招誰惹誰 要是我 我也是裝死欸 你也會裝死 你當然不行啊 你要維持整個氣氛啊 你躺 躺這個渾水之後 你覺得你起得來嗎 不是啊 可是你身為 你收大家的錢 你本來就是要 維護這個學習的環境 跟品質啊 但那個是 又不是在課堂上 不是 可是你一個 班級的氣氛不好 你就很難 學習嘛 對不對 那就是學生們 自己的事情 不是你想看班導 班導都還是會 啊他不是班導啊 他只是 正英老師 可是一樣的意思 是嗎 當然喔 那是 等一下 班導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自然課的老師就 管班級去死 沒錯 對對對 那班導才會管班級 是是是 然後你越長越大 哪有班導這個概念啊 沒有 他就有點像 今天 如果你在上自然課 然後有個小朋友 一直作亂 你不管 勾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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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還不管 等等 可是因為不是在課堂上啊 如果我們說 來我們今天來播報氣象 台北天氣 勾突袋 勾突袋 那我知道 妹妹如果她想要老師管 她就要把那個 主播那稿子改成 什麼 近日台北市有以發音陣營班 裡面發生了霸凌現象 一名年36歲的大媽 霸凌一位國中女生 勾突袋 勾突袋 然後老師就要出來管 對 對 妹妹我覺得形勢用錯啦 小孩子拿懂 好可憐喔 但是呢反正 就是那位友人 感覺也是 很和善的人啦 對 但是 依她的這樣說詞 大家好像也有點覺得 這個人可能也不是 國中妹妹 怎麼說呢 就是她可能假裝 自己是國中妹妹 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可能覺得 比較樣吧 還是她問的詞 都非常的 中二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她學的用詞 都很中二 老師怕桌球 真的是中二 這是大媽吧 我不吃歌對不對 反正就是這樣 你剛剛一講的 那個線上課程 我就突然想到 這是我上個禮拜 聽到的故事 我真的是 當下我在吃冰 對不對 吃不下去欸 我真是小逢 而且 聽完之後我就覺得 上這些課會不會 有時候真的會 蠻有趣的 因為這些同學們 真的不是你生活周遭的人 就有時候真的會有一些怪人 欸 我怎麼講了一下怪人 特別有趣的人出現 我覺得 這些特別有趣的人啊 在現實生活中 會比較有趣 線上會覺得有點煩 為什麼 因為我還有去 另外一個地方上 線上英文課 我就去很多地方 就想要看哪個 線上英文課比較好 然後呢 我就去上次上有一班 他就是講 英文實事的 嗯 的討論課 然後裡面有個同學 我也非常的不喜歡 當然我沒有叫他 go to die啦 但是我不喜歡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 總是搶著發言 哦 然後他就 一長串的 劈里啪一直講 不給別人講 不給別人講 因為他把握 這個口說的機會 對 他例如說 例如說A同學 他就是這種人嘛 就一直劈里啪一直講 然後B同學 假設他發表了一個觀點 他跟他不一樣 但我們當然是鼓勵說 不一樣的話你可以有一些爭論什麼的 對 但B同學可能只有發表大概兩句 然後他就說我不同意 然後批一批他就一直講一講一講 哦 這種時候才是老師的問題吧 老師也有問題啊 對啊 老師就要說 You shut up You go to die 欸等一下 Shut up go to die 真的沒有go to die哦 大家不要這樣用 我們亂講的 對啊 這才合理吧 就是你在課堂上 老師就要管課堂上的秩序啊 不管你是什麼老師 自然老師還是班導都要 對 就是好像留一些其他人的學習空間 對啊 可是現場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現場會比較好 你說其他同學就一直瞪他 這樣子嗎 我覺得現場講話大家不會那麼直接 哦 可是你線上每個人都很兇悍 不知道這兇悍什麼的 總是見面三分情啊 哦 有可能 真的是這樣啊 而且 又是不熟的人 就會更客氣一些 對 嗯 但是我最近又有上另外一個線上課 有go to die事件嗎 沒有go to die事件 但我也覺得很煩 那個線上課很煩 那是一個線上的眼睛瑜伽課 OK 然後我知道這個聽起來就是有點荒謬 第一個線上的瑜伽 這個可能還好 還是眼睛 還是眼睛的瑜伽 欸這樣很難欸 就是你眼睛要動作的時候你要怎麼看啊 就他大概全部都在線上嘛 嗯 然後呢他就有教那個眼睛的修復課程 對 他就會說先把你的 例如說先把你的掌心搓熱 OK 然後準備要敷 用掌溫敷你的眼睛嘛 嗯 然後呢 因為我敷起來了我是不是看不到 對 所以我就會一直這樣 一直透過手指貌 透看 插你的手這樣子 沒錯 對啊 但我覺得這都不是線上上眼睛瑜伽的問題之處 OK 問題在哪 問題在於呢 我們那個線上課 這一期總共有98個人 太多了吧 超多的啊 你一般的瑜伽 同時嗎 同時 你一般的瑜伽班了不起大概就有20 30 就很多了對不對 對 這個有98個人 98個很多欸 老師根本看不到欸 對很多 然後他的方式呢 又是你除了線上看這些教學之外呢 那他因為怕大家問題很多 所以他有開一個直播的 就有點像office hour一樣 就可以無限問到寶的時間 OK 這個我覺得很棒 的同時呢 他又開了一個line群 所以line群裡面呢 大家都是一直拍自己的影片嗎 沒有我覺得這還好 是大家都一直問一些 真的是細微到不能的問題 讓我來唸幾個給大家聽 好 因為他每天的訊息量 大概有60到80則 所以我非常難跟上這個東西 我舉個例子 就是他給的那個輔具包 就教具包裡面有一個 就是他調配的那種眼睛明亮茶 嗯 就給大家喝嘛 就希望大家來喝一些就是食補這樣子 對 那大家就問的很細就說 欸老師請問那一個茶包可以泡幾次 我燙 安靜 你不會自己看嗎 然後例如就是說 老師請問一下 我平常如果喝完這個茶包 還可以喝別的飲料嗎 我就想說 什麼意思 這不就是一個茶嗎 就是一個有枸杞 紅棗的茶嗎 所以你喝完你不能喝別的飲料 這種問題 問得出來 我真的是驚訝欸 都沒有人在裡面管資訊嗎 沒有 就大家就是 因為98個人真的有點太多 那老師是真的連這種肺問題都會回喔 回 回 然後就老師那個扶具包裡就是 因為有很多東西 除了剛剛講的明亮茶之外 它可能有些之後要幫助我們訓練眼部肌肉的一些那種 例如說球啊等等之類的東西 嗯 然後它也有一個是那個眼膜 然後眼膜也是一樣是有點漢方 就是藥草的眼膜 眼膜 結果就有人問說 老師請問那個眼膜是放在眼皮上嗎 不然呢 是要帶到眼睛裡嗎 是艾草眼膜變艾草的型眼鏡嗎 本來是把眼珠挖出來 哇這小說是什麼意思 是那老師我想要聽一下老師的這個回應是什麼 哈哈哈哈 同學你真幽默 沒有老師就說 是的就像敷面膜一樣 老師人真的很好欸 對然後他還特別就是加注喔 就是你知道他們都要給更多 同學問1你要答1加1 OK 他就會說 就像敷面膜一樣 而且你可以把氣泡擠出來讓它更貼合 等一下 老師很會做生意欸 老師真的耶 超棒的 這真的是說話的藝術了欸 真的非常荒謬 然後還有人問說 老師請問煉魚家的人能夠喝咖啡嗎 我想說 衝突到底在哪裡 同學 老師人真的非常好 然後他就說 喔咖啡喝多了 就是對人體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咖啡因本來就影響睡眠嘛 對 然後就會比較亢奮 然後他就說希望這段課程 這段課程期間 你也可以注意你自己的咖啡用量 老師變成一個營養師了 對然後老師這時候就有人follow up question 一天大概控制幾CC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生氣喔 我是眼睛瑜伽老師 博士咖啡老師 對 因為我上班真的很忙 所以我看到這些笨問題的時候 我真的是大發怒欸 我心想說 不是覺得很好笑是不是 我沒有時間看欸 我心想說不要跟我那邊 叮叮叮叮叮 問這種問題喔 你為什麼會按靜音 我可能要跟老師說 老師如果同學太笨怎麼辦 拜他影響我的心情 你趕快 你趕快當這個群組的大媽 Go to die Go to die 好恐怖喔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欸但我覺得啊 有些群組 就會有一些 很奇怪的發言 什麼意思 就像我很久以前不是 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有加入我們社區的 OK的群組嗎 喔對對對 你說那個便利商店的那個 沒錯 就是因為山上 終於開了一間便利商店 對 然後當初就很開心的 加進這個群組裡 是 但是群組不是通常 正常來講就是 店員會提供很多 團購的資訊 然後大家就會回 加一啊 加一這樣子 然後呢 這群組裡面 有些時候也會有那些 很奇怪的發言 就是會想說 你到底問這個幹什麼 不曉得是大家覺得 走到那個OK太遠了 還是怎麼樣 大家蠻常會在群組裡面問說 請問還有雞蛋嗎 還有牛奶嗎 然後就會打一場賺 他要買的東西 然後會有人去幫他check嗎 就店長人很好 像他在的時候 他就會幫他check 然後還說 他說那我幫你丟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這是什麼 欸可是這個 尊爵服務啊 欸這蠻常見的欸 喔真的嗎 對啊這是很常見的服務 你說很多人都會這樣 可能不是 去超商之前 呃不是超商 就很多店都可以這樣啊 啊很多 對不對 如果是去一些比 例如說餐廳 或者是貴重物品 家電什麼的 可以先問 鹹酥雞也可以啊 鹹酥雞 對啊 欸你們那邊今天還有青椒嗎 幫我留 一定可以啊 水果攤 有人這樣子嗎 當然水果攤都可以 菜市場都可以啊 真 喔 市場可以啦 可是有人去超商 也會這樣子買東西嗎 我覺得可以耶 超商的店員到底多可憐 連這種事情也要幫你確定 多懶惰 現在的人們 可是你要想你出門 就是還是要全副武裝啊 是沒錯啊 對啊 OK OK 但是我覺得你那個 真的還好 因為我也有加我們 社區管委會的那個 喔管委會是不是 管委會感覺會比較精彩 我跟你講也是每天都60則到80則不等 我真的想說在幹嘛 我從來沒有發言過 那有重要的嗎 很多假訊息 什麼意思 你說今天A棟大門沒有壞掉了 然後結果走過去 根本就是正常的 不是 是那種文章農場假訊息啊 就有些裡面年紀 年齡層就很廣嘛 有些長輩文就會傳這些 然後我之前發生過 那個管委會朝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在選那個 那個管委會的主委 然後呢 有一個人他就很積極的在這個群裡面拉票 因為通常年紀大的呢 就是要求很多 可是他們不想要管事 因為很累 很麻煩 你要開會 那他們大部分都退休了 就不想管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看到有年輕人願意出來 就是整理這些開會啊 然後出力去跟廠商協調啊 他們其實都蠻開心的 因為他們只要當那個慈禧太后 在背後垂簾聽證就好 所以只要年輕人 他們都會說 好啊 這個許兄弟 如果你有這個興趣的話 我一定是全力支持你 就會有類似這種文章出現 對 我們就姑且稱他為許兄弟 然後許兄弟就當選了 然後當選了以後 發覺我們社區有三棟 有ABC三棟 他當選了這個C棟的主委 就沒有想到呢 他的這個爸爸在A棟也有一戶 然後呢 他的爸爸也選了 也當選了 OK 所以就是說 少少的管我會幾個裡面 就是他們許家就拿掉了兩票 主委世家啦 對 主委世家就出現了 然後這件事情受到C棟大家的抨擊 因為他認為你沒有充分的揭露 你的資訊 這樣不行嗎 你說怕他們聯合 對 因為他可能會有一些廠商利益的糾葛嘛 一定都 有些人會多多少擔心這種事情 所以就 這個群裡面呢 就炒成一片 哇塞 好精采喔 對 然後就有人說 欸這個許兄弟 你出來選的時候 大家都如此相信你 那你怎麼沒有告知我們說 欸你有多少的這個親友 住在這個社區 然後呢 讓大家比較可以公開的判斷 你適不適合 符不符合的當選情況 這樣子 嗯 然後呢 這個許兄弟年紀很輕 大概二十幾歲 然後他就說 喔因為我看沒有這個規定啊 然後我也沒有刻意要隱瞞啊 而且我們大家都是希望為了這個社區好 如果你們也真的認為這個社區很好 你們也可以多買幾户啊 哇 哇 也沒有再嘴軟的 喔 那這個就瘋了喔 不愧主委是家 欸 我整天看他們吵這些欸 因為通常好像 要有一方比較 就是收斂一點 這才有可能落幕 對 沒有 但他們就是 碰碰碰碰碰 哇 對 好精采喔 超精采的 那這件事情吵了多久 Like大概三天 哇 然後整個訊息炸掉 沒有就有人受不了出來問別的事情 然後就請問一下那個健身房什麼時候開始 岔開話題 因為大家也就是沒有要就躺這趟渾水啊 對啊 你看這就是那個 剛剛的那個 大媽 妹妹之戰 Go to die 就沒有人會想要躺這種 對 真風相對的渾水裡 天啊我們怎麼講到這來了 然後我剛剛一開始不是講說 就是我是在線上 我很常在線上上英文課嘛 對 然後我就有看到有一個那個新聞 她是有一個女生 她也是到我那個平台上外語課 但她上的是韓文 然後就她看 她選的那個老師 有一次上課上到一半 她就把她的電腦 鏡頭 轉面向浴室 然後就跟這個學生說 我現在要去洗澡 然後就開始一面上課 一面就是脫光光的洗澡 直播 什麼意思 然後長達半小時 Oh my god 然後這學生就覺得 她被那個性騷擾啊 對 這個 這很恐怖欸 超級恐怖的啊 這件事情 那個老師就一直不斷的裝傻 說她聽不懂中文 她不知道這個女學生在抱怨什麼 你是說 她說 那個當下她不知道她在抱怨什麼 後來後來 她不承認她做這件事情 不承認這件事情 然後她聽不懂中文 不知道學生在抱怨什麼 哇塞 然後她當下也沒有就是錄影 也沒有截圖 就是什麼都沒有 欸 這個學生是整個嚇到瘋掉欸 你說她也沒有截圖什麼 對啊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只截圖 我還開抖音 直接播給大家看 直接在轉播 直接在那個 對呀 那個Pornhub 直接在直播 我跟你講 如果這樣 這平台絕對是跪著來叫我媽媽欸 直播你的直播 對啊 直播你的直播 所以非常的好 好驚人喔 對啊 好可怕喔 這個也有點恐怖欸 但我看到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啦 OK 這個線上課程呢 其實是 成人大學 那就成人大學 成人大學 突然 等一下 跟剛剛 你面膠什麼 膠就說 好想去喔 我現在要把 開始洗澡囉 我教你們怎麼洗澡 不是那個 活到老 學到老的 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 還是空中大學 不是成人大學喔 不是成人 成人聽起來很讚 很讚嗎 很讚超讚 裡面都叫你怎麼洗澡 不是好好好 這個故事的主角的主人 好像是一個阿嬤 年紀的人 我現在 幹嘛啊 還在想 成人大學的部分 阿嬤去成人大學的部分 對 一喔一喔 沒有 但是這個阿嬤呢 其實她是有工作的 所以她 有時候會被排班 排到這樣子 OK 然後她 是晚上上課嘛 可是那天 剛好就是她的 她的班 排不開 嗯 然後就想說 那到底要怎麼辦 她就 也有去上班 但她又要上課 然後她就想到一個方法 你說她又要上班 又要上課 對 因為她那個晚上就是 原本就有課嘛 可是她班排不開 你說同時 對 OK 她同時就得上班 然後她就想了一個辦法 就可以讓她 邊上班又邊上課 好 她呢 就是請 就是她們在 店裡面的督導 幫她上課 蛤 蛤 她是學什麼 她是上那個 空中大學的課啊 不是啊 可是科目是什麼啊 不是啊 假設我今天是去 線上學 好 唱歌好了 然後我請我督導來代唱哦 這什麼意思啦 她可能就是 學一些就是 學科啦 哦 學科 對對對 就是 例如說數學課啦 OK 督導在那邊 幫她上 就是上課上一半 然後就聽到說 欸 阿嬤阿嬤 你的那個課不能進去啦 然後 隔一秒 又在那邊說 要 幾桌要代位 什麼的 就是很忙 你說沒有mue 對 沒有mue 就整個 裡面的那個場景 就兵荒馬亂了 OK 然後老師也沒有 怎麼樣 看來真的 應該是可以 就是 跳過的課 老師可能想說 啊 這個同學 怎麼這麼像學 你就不用來了 他可能也沒有告訴老師 他要上班哦 還是說老師根本 不記得阿嬤 不記得阿嬤長什麼樣子 以為督導 搞不好督導是另外一個阿嬤 就是老師可能會有 就是阿嬤連忙 就是阿嬤看起來都一樣 對 看起來很慈祥和愛 就是阿嬤 對 就大家現在 在線上上課 其實老師都會點名嘛 會嗎 嗯 OK 像我 上一集就有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做 就是線上的教 教具嘛 對對對 然後 因為台大也有使用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產品 是 然後我之前就想說 欸 想要旁聽 看一下 就是 實際上 使用者們在用的時候的場景 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我們有跟那個教授 我們合作 所以呢 我就有旁聽一個教授的課 OK 老師就會點名 然後他點名的話 他是用一個轉盤 然後就轉 到誰 什麼意思 就是轉到誰 然後他可能就要 開始發言 或是打誘 就會打誘 這樣 喔 所以他是抽點 對 抽點 那有些人 是會都點的 就是他會開始唱名 然後 然後你就要在聊天窗 打誘 對 就打誘 誘 可是他們都打誘 為什麼不打誘啊 就是有沒有來的誘 喔 你就說他打誘 誘是你的誘 沒有 他們都打誘 啊本來就是有啊 不然咧 所以又其實是有是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你在又的時候 是有沒有的有啊 是有 對啊 那為什麼要講又 他的那個音調 就是這樣啊 所以一直是有 所以你覺得是 我一直以為是 又就是又啊 對啊 有就是有啊 就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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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不是 就是有沒有的有啊 好真的喔 喔 但你知道這是台灣特色嗎 你說 是這個嗎 不是是又 就是 一直有人說 美根 然後我會說又 嗯 這個是只有台灣人才會講 喔 你說用 華文 用中文的 對 我之前在辦公室的時候 只要有人叫我美根 我就會又 然後他們就說 蛤 又什麼又 喔 所以中國人不講 不講 不講 然後新加坡講 不講 就是台灣人的 但我 那我剛到此時此刻 才知道又是有欸 欸你被 這樣就是馬上 被發現是間諜欸 Why 可是我知道又 又啊 我會又啊 我又 我又收拾 對 我不知道字是什麼 我文盲那 但你講到這個讓我想到 就我弟他也有在上線上課 然後呢 他會在裡面一直 又 他不會又 因為他們也是要點名 但他們那個線上課 非常的嚴格 就是你每個人都一定要開鏡頭 對 如果你不開鏡頭 你就會馬上被 就是小窗被拼 就說 萬一你為什麼不開鏡頭 OK 所以每個人都要開鏡頭之外 他們還要穿他們自己 就規定的衣服 就你要正裝 你不可以一個睡衣什麼 是喔 對對對 就例如說 公司的課 你就要穿公司的這個 例如說可能社服 或是公司訂製的一個 Hoodie之類的 好嚴格喔 非常的嚴格 就要穿 然後呢 你都要盡量看著鏡頭 看鏡頭也要管 對 所以我弟他就去 不知道哪裡下載了一個 會動的這種 virtual的圖 然後他那個眼睛會眨 什麼啦 真的就是 他可能是幫你拍一張照片 可是他讓你眼睛會有動畫 所以眼睛會眨 不會看起來像一個鏡紙的 OMG 很讚耶 很讚 超讚 然後會時不時就是 點個頭 我是沒有看他點頭 但是有眼睛眨 欸這個很好用欸 我覺得是蠻厲害的 因為我真的確實看到學生們 在上課的時候 有些學生的狀態 我真是hello問號 而且我有看到有些人 就例如說在走廊上上課 喔對 對 我就想說 蛤 什麼意思 但老師點到他 他還可以回答 看那個風 你這樣摸摸摸摸 這樣一直吹 然後他在那邊震驚的講 然後也沒有人 也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異常 像是 你知道我想說 上次我在開會 有一次 我不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辦公室會議 會議室很不夠用嘛 然後有一次就是 也是一樣 就開會靠一半 有同事 他就也是沒有會議室 就要趕快站起來 對 然後就是要換會議室 所以他就抱著筆電到處走嘛 然後那筆電就在一個很 鏡頭就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在他的胸前 噴Piano是不是 我就想說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等一下他是 欸 如果是抱著筆電的在胸前 是非常近的胸前欸 是很近 對他就這樣抱著 然後他趕快 因為他另外一隻手 可能要推門或什麼 他就只能單手抱著筆電啊 他也不知道鏡頭對著哪裡 對 然後就想說 這什麼意思 好緊張喔 又是女生 真的是Piano 真的很緊張欸 對 天啊 然後我看到中國有一所大學啊 然後後面是上網課嘛 然後這個數學老師就是在 課堂上 就是講課講課講課 他就注意到有一個學生 他開了麥克風 嗯 那因為你開麥克風 你可能會收到一些噪音 或是可能會有燈號 就是變 就是有人開麥克風 對 那這個老師也很仔細 然後他就看著那個學生的名字 那學生假設叫王小明好了 然後他就說 欸王小明 你開麥克風啦 是不是要問問題 然後這王小明就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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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老師就是還是再次確認說 你有沒有聽懂啊王小明 就是很 很nice啦 很nice很nice 然後這個王小明就有點尷尬 他就尷尬就是幾秒鐘 他說我聽懂了 嗯 然後老師還追問喔 說你聽懂了嗎 那剛剛這題是怎麼樣解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的 然後他就這樣怎樣怎樣 再講一次 然後王小明他就又沉默了 他就說是是您繼續講 我是來聽課的 然後老師才想起就是 王小明是副校長的名字 是 什麼啦 副校長來尋堂 老師瘋掉 老師教他這個 教他這個 太high啊 他這個 這是什麼 teaching high啊 而且副校長 還說我聽懂了 副校長根本沒聽懂吧 副校長想說 現在不懂狀況能是誰 老師行行好起床囉 而且難道副校長要回答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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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副校長 我是副校長 哎唷我的媽呀 天啊 是不是很cue 不過副校長確實就是不知為何要開麥克風啦 因為他可能就是剛尋進去吧 他麥克風就是沒有光 他可能就是第一波是開著 對 然後我只能說 老師教學認真 就是副校長尋堂也很認真 對 因為老師就是在那一個 魔門一定就是 嚇到就是剉幾條這樣子 對呀 我想說 副校長啦 而且他是已經問了 追問很多次又才 就是恍然大悟 對 這是副校長的名字 好恐怖喔 笑死 但學生們一定都很開心 就想說 欸 小寶啊 老師在這邊鬧啊 趕快看 好啦 最後祝福你啦 在這個眼睛瑜伽課程結束後 你就可以擺脫眼鏡 對 OK 擺脫醫美 擺脫醫美 擺脫怪同學 沒錯 Go to die Go to die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可以來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找我們聊天 我是美根 我是 Amber 下週見 掰掰 掰掰